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老师 大家忙啊 林权内阁昨天突然调整了发言人 换成也是常常上我们节目的名嘴 也是立委徐国勇 今天有内幕说什么 是小英总统亲自亲典的 而且小英已经展开全力 抢救林权内阁的大作战 这是内阁改组的前兆吗 而且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林权现在变得比较积极 比较强势一点点了 最近表现不好的部位首长 是不是一个都会换人 我们后来追一下 另外南宁八个县市首长 赴大陆去观光 结果北京要五毛给一块 一口气给了八项的利多 而且强调什么 这些利多只有给九二共识的县市 现在很多民进党立委 跟时代立委立委就挑战骂人了 话骂得很重 说什么 是苏城市卖台 可是南宁在宣传工厂 他是帮这些民众 要拼经济 要过百度 明天还有六湖村一些业者 还要大陆去宣传 去招大陆的观光客 看起来 北京是要从地方去包围中央 小英有办法去突围吗 来 我们请一位要帮我们追踪一下 好 现在这次的行政院的人事移动 是不是为了要抢救林权呢 我们来看到 现在行政院发言人是正式要换人了 从同政院换成了民进党的不分区 立委徐国有 而他原本的不分区的职务 则由邱太元来接任 而同政院要去哪里呢 他要转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不过他也是史上任期最短的 政院发言人只有134天 但是为什么要让他去国安会呢 总统府就说了 同政院长期是研究两岸政治的 他也有担任过陆委会的副主委 所以总统希望可以借重他的专长 而这样子的人事呢 10月1号就要来正式生效 但是对于这次的人事异动呢 外界就解读哦 因权政府应该是想要重新来调整 他们的人事脚步 像是联合报号就报道说呢 同政院在进入政院之后呢 表现是不如预期 因为开高走低 所以丢雨底的时候就已经传出来 想要把他给换掉了 安排他去国安会 甚至相关人事还进步透露啊 为什么他会被换掉呢 主要是因为同政院想要满足呢 各个媒体的需求 但是又疲于奔命 无法调适 最后又脱口说出什么 维持生活品质啊 就是从这句话开始 他开始跟记者的关系恶化了 再加上后来呢 他又擅自发布 一例一休的内部民调 惹得府院高层是非常的不高兴 甚至呢 现在传出来说 这一次的人事异动哦 可能是小英总统的出手 据说在9月17号的时候呢 总统就先征识了徐国勇的意愿 而到了9月18号的时候 再由林权来约见徐国勇 还有同政院两个人 最后才确定了 异动了 真的像媒体所说的 这一次的出手 真的是小英总统 他出手来调人事就林权吗 所以这一次的出手 这次的人事异动 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 也就是说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人事异动呢 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除了这个人事的问题之外 林权如果想要抢救他的民调 似乎呢 要更加的绷紧神经了 因为9月14号的时候 墨兰地台风来袭 造成了屏东有38万户的停电 到9月18号屏东 还有1.3万户也是停电 所以呢 霸市会有民怨越来越高 所以林权赶快寄出了铁碗吗 什么样铁碗呢 因为台电就说 因为路数倒塌太多了 大型机具无法通行 现在才会有 还有这么多户 还是停电当中 但是林权无法接受 他说到了今天 道路已经不通了 这道路不通已经不是问题了 所以希望赶快来排除 甚至呢 他说了 台电公司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搞得这么晚呢 困难在什么地方 屏东是为什么特别严重 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当场就提出了一个办法 他要求台电 派一个副总经理以上的人员 到屏东来 然后呢 真的电力回复之后呢 这个副总经理以上的人员呢 才能回到台北这边 就希望大家可以绷紧神经啊 避免民怨再度的扩大 而这样的做法呢 似乎惹得台电是非常不高兴 台电的员工呢 就他们的家属就讲到啊 看到林权呢 用官僚命令的口吻来发言呢 令他是非常的嫌恶 他说好大的官 还有台电的员工就抱怨啊 莫兰蒂是地表最强的台风 国外复员都还要一个月啊 我们台电呢 四天就已经复电 百分之九十九了 所以他认为林权欠台电员工 一个公道 但是你看到 停电这种事情啊 如果再不处理的话 当然民怨会越来越大 而现在林权这样的做法 怎么会反而惹得 这个台电的员工 要求他给他公道呢 所以林权这位置 似乎是真的很不好当 因为一边要平行民怨 一边台电员工 反而是把这个怒气 出在林权身上 所以看起来 他的这个隔魁路啊 似乎真的是走得癫癫活泼 不过讨论之前 我们要先回过头来看 该提到啊 这次的政院人事异动 我们就先来听看 新的政院发言人 徐国勇 他是怎么说的 没有 没有跟总统签论 那这个是院长直接跟我讲的 上个礼拜行政院长 不是才在立法院说 现在内阁没有改组的任何计划吗 那怎么不到一个礼拜 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呢 我所了解是 因为童老师 童诚员 他要去国安会 国安咨询委员是总统的职权 那要去当国安咨询员 是要总统同意的 所以总统要他去 所以这个缺出来了 他当然要找人嘛 如果以这一个过程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说谎 他是不适任被撤换 为什么你们就要这么虚伪的说 是要调职的 不过他的确是调职 为什么他做的不好 可以被提升为国安会咨询委员 我觉得是还好 因为我不能讲他做的不好 媒体说他做的不好 要不然他134天就要被换下来 因为我还是只能讲说 他是职务调动 徐国勇的处女秀早上守得还不错 对不对 你看预扣是步步进逼 他守得至少把调整那个事情 他还是讲得是清楚的 所以他现在问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 同政言本来就是 他以前应该是阿炳时代当入委副主委 对不对 你当初就放在入委 或者一开始就放在国安会 你怎么放到发言人去 这是一开始摆错 第二个现在徐国勇上来了 现在内幕说什么 是蔡英文亲自亲典的 他对他这么有信心 而且可能陆陆续续续 不是只有换这个发言人 陆续续可能有些部位上会跟着换 第一个我觉得徐国勇在一开始 就跟蔡姐有这样子的一个访问 就可以证明他接下来应该会做一个 非常秤职的发言人 就是经过蔡姐的这样子的连番逼问 那其实回过头来 就是说这个同政员 他的学术的这个背景什么都还不错 然后呢一刚开始就觉得 他既然是出身学术界 那所以其实对于政策应该是相当的熟悉 而且他也当过政务官 当过陆委会的副主委 那所以至少对于这个当政务官 这件事情他并不陌生 所以当初就想 哎形象也不错 然后又有这个学术当做他的基底 不会出来转述之后 今天行政院通过一个政策 然后自己去一问三不知那种状况 那所以就把他放在了一个发言人的位置 那你看他其实在林全 四月被被这个任命要阻隔的那个时候 还没有正式上任 他的跟媒体实际的互动也都还不错 那后来就一次一次的出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有一点恶性循环 就是说他出了错 然后他面对媒体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媒体又讨厌他 然后所以会有一种越来越糟糕的状况 对 就会恶性循环 所以他就已经被换掉了 他就已经被换掉了 你有试到力量啊 对对对 因为扑姐也出了一把力 实际很诚实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 他几次出错林全都不高兴 因为对于院长来说 谁会容忍 我是院长耶 他是我发言人 可是竟然是我去帮他灭火 这说不过去 可是上个礼拜才说不会换啊 那突然换掉不是速度也换太快了 但是他也讲过说 阁源的事不事人 其实他们随时都有在检讨 那我觉得是一个伏笔 作为一个政府的发言人的位置 真的很难找人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分量 还不错的人 他不会这样轻飘飘的 然后他又的确要对政务 行政院的政务是熟悉的 那徐国勇的好处是他律师出身 他的确口才非常好 然后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项功能 就是他在民进党内的 终身带这个辈分 然后再加上派系的加持 他对内的沟通是有帮助的 譬如说独派可能很不满 那徐国勇是不是可以扮演某种程度的角色 去做党内协调的工作 就不会使得一个团队里面 然后自己人在那边互相设计的这种状况 徐国勇如果去做内部的沟通 我觉得他是角色是适当 他也够有分量 他立法院也很熟 他立法院也熟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看起来政府是有慢慢在 在调整自己整个团队的内部的脚步 譬如说调了徐国勇 然后蔡英文在上个礼拜 也跟独派的人吃饭 那你这边再爆一个小料 就是说独派不是之前讲话都非常难听吗 什么林玄不下台 蔡英文没明天的啦等等的 就讲这么难听 事实上他们在讲这么难听的话之后 其实独派大佬都有写信给总统 然后在写信的内容都开始解释说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我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 那蔡英文看到这些信之后 他也觉得对 我也应该跟你们多工作 所以就安排了吃饭 那所以我觉得有在调整整个 所谓绿的这一大块里面的那个脚步 这样子的步伐 那彭正元的人事案其实 我刚刚已经讲过说 他们其实已经讨论一阵子 那可能因为接任的人选 其实还想不太到是谁 那他过程当中 其实惹毛院长还蛮多次的 Uber的事情也是 然后这个太平岛的事情也是 然后我记得一例一休 劳动部内部做了一个民调 送到行政院之后院长也觉得 这个东西你要拿出来会被人家笑死 结果没有想到同事员就对外公布 然后我还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痛骂劳动部你们在搞什么鬼 于是劳动部还特别打电话来跟我说 我给你解释这个状况 其实不是我们公布的 是发言人自己公布的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发言人 如果你让老板出来帮你灭祸 如果你让部会首长出来帮你灭祸 那的确 你的确应该要检讨一下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试任 那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说 其实他对这个同志也算是人质义尽 他也没有说我就不要你 你就你就出团队 他还是他还是看中你过去的 国安会蛮适合他的 对你就你就安静的做你的研究工作 然后对你的两岸关系做分析 然后提供总统一些建言 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看起来可能真的是比较适合同志 来来来 问一下小平 现在大家有看到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发言人换了 换了一个 你在讲什么 是名嘴也当过律师 而且当过立法委员的 可能像刚刚实际讲的 这有在立法委员这一块 或者民进党内部沟通会好一点点 可是大家也要问啊 徐国永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发言人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面向 不是只有小英可能在抢救整个林权内阁 林权最近在讲话你看 他是比较强势的哦 不知道对台电讲话什么那些 所以看起来很多人家讲不是换发言人 会不会因为是这样子陆陆续续 很多什么国安部长 交通部长 一些大家点名的人搞不好都陆续续换了 都会换 就他要 他不要垮嘛 他要保林权很清楚 林权自己也硬起来 那也换 换同志员是万万不得已 同志员跟这个林权跟蔡小英 都是政大的教授都有很深的失交 而且我们念台大政言的时候 同志员那时候明居正教授 都会指定叫你看统派或独派 独派的两岸政策的典范 就是同志员的文章 其实他是非常有名的学者 同志员 他是有他的学术地位 可他非常不适合做发言人 因为你要顾你的生活品质 那你的发言就没有施政品质了 你会害到整个内阁团队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讲一下小内幕 其实这个是蔡小英拍板的 所以你们要去问徐国勇 9月17日总统征询 有没有见到面 还是只是打电话 还是透过这个林权或透过谁 我的消息是见到面的 你怎么会有蔡小英的内幕呢 我也有日式人嘛 对 所以我又疑问句嘛 我的办法有嘛 我疑问句嘛 可是我的消息来边 我也没办法证实 那我的消息来边是有见面 而且前面还不要 他不要接你知道吗 你知道赛小英跟他讲什么 对因为 等一下我还有更多内幕 对对对 因为你做四年 第一个他十个助理没办法放 而且做四年是安稳的 四年绝对就是可以做完 那个能做四年我不相信 你可能做更大选台北市长 你可能就地就阵亡了 很难说 那是个不安稳 全世界最不安稳的工作 就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你说他做好有可能去选台北市长 当然有可能 我认为他现在 顾立雄跟他都长大了 跟姚文志已经三足鼎立 在民进党的提名 当然还有柯文哲的问题 那是后话了 他做的不好就没了 做的好是会长大的 那是个好的位置 对就战斗位置选县市长 然后他一开始不要 然后后来 后来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蔡英文要他接 因为要他接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与权利 所以他就接了 其实他接的也没有 不是马上就接 后来当然还是接了 给赛小英面子 而且我认为 会进入一个战斗的团队 因为他们会 想正衰起逼 我认为这两个比起来 他比同政委好 我不敢他做的好不好 可是不换会垮 换的话还有机会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而且同政委有个问题 除了他讲的那些试验以外 政策以外 他非常无法扮演一个 传真机的角色 什么叫做政府的发言人 就是像一部传真机 然后方向正确 提纲气领的 用人民的语言 跟传播的语言用白话 我们把政策说清楚 他做不到 他都会偏调 跟台风入境一样 是捉摸不定的 而且学者的性格 也很难驾驭 也自视甚高 这就是学者从政的 一个大的问题 跟没有办法接地气 没有办法跟人民同呼吸 他们一定要把起程转合 讲清楚 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逻辑 把政策说清楚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徐国王 比他会有能力这方面 不过林权内阁 接下来真的会转型 变成积极的战斗内阁吗 那事实上我们看 这个换人的时机点 确实很奇怪 因为上个礼拜 林权才讲说 我这个短期就不会跟动 结果五天之后就换人了 而且选择这个时间点 居然是在中休期 连续假期 又碰到两个台风 然后接下来马上立法院 要开议的时候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策略呢 而且我们来看 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真的有看到 小英亲上火线的影子 她真的在抢救林权大作战吗 因为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 小英接下来甚至 要打算一条边的指挥 报道的内容是说 蔡总统打算每个礼拜天 或者是隔中 开一个整合汇报 包括了政院三长 立法院政府院长 党团三长 还有直辖市长 通通要叫来开会 而且还找了 这个独派短底进行沟通 因为之前独派大佬 吴礼培跟顾宽敏连日来 是炮轰 林权非换不可 所以辅方就表示 蔡总统确实已经透过管道 跟吴礼培来沟通说明 说林权内阁 其实政务都已经上了轨道 很清楚的 他就是要力挺林权 继续的这个推动政务 而且根据了解 这个蔡总统近期内 也将向独派大佬姚家文 或者是黄昆虎等人 来进行这个请议 会不会把这个独派反弹的声浪压低 另外最新的消息 就是撤换发言人 这个整个过程传出在忠后节的前夕 府院高层就已经延伤 要撤换掉同政员 而且这个居然是由辅方来发动 小英点头之后 就直接指派徐国勇来进行接任 但是要请教预扣 因为同政员讲说 我是昨天才知道要被换人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林权的整个的态度 包括在封灾处理过程当中 它确实也显得非常的积极 但是也有大家在讲 那接下来 会不会是骨牌效应的开始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对林权本人 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 因为他基本上还算专业 而且他人也很温和 可是在这个需要有乱世枭雄型的 隔魁的一个现在的台湾的这个状况 事实上他的领导是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连他对付这个蓝营的 现在埋在政府里面的各个不同的帮派 跟很多的暗黑小组的这些炸弹 大概都有困难 更何况还有经济能不能够立刻来提升这样的问题 所以林权不是他的错 而是这个时代其实不太适合像他这种教授出身 而且是专业财经人士的一个隔魁 我们现在真的需要的是 有一天那个谢金河财经的政论家 他说我们的小英应该去学学 那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去当流氓 那我想小英不会当流氓 可是那个基本上 那个杜特蒂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粗鲁的流氓 背后的那个魄力的展现 就是民意的期待嘛 现在蔡英文总统跟林权 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凡是想的太多慢半拍 而且容易被旧的政府的这些官僚体系 给绑架 把持 甚至于有些时候还投降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你套一句那个台语我不太会讲 但是我会讲国语就叫做 一只牛在台北是牛 大到北京也是牛 然后你难道希望林权院长 透过徐国勇做发言人 到了北京就变牛魔王吗 不太可能嘛 你一直说换院长啊 也不是啦 就是说林权院长本人要认知到 这一百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他的民调曾经有一度跌下来 那就在台铁的爆炸案 以及ATM的被炸领前 有没有 然后再加上就是上一次的台风的时候 在台湾指标民调 差一点他要叠成民调上的死亡交叉的时候 他曾经拉开的 表现不错 那个时候 为什么是拉开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人民还是给他一些期待 因为前面那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家认为不是他的错嘛 因为前面那一段真的也不是他的错啊 你说像冯世宽那个小白事件 冯部长衣服马屁精的样子 平良心讲 国防部长出错 其实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杀伤力很大 那林权没办法只好扛起来 这跟林权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你想雄三的这个事情 也是军方的问题 可是林权 他是比蔡振元还晚知道耶 如果林权比蔡振元还晚知道 雄三的物色事件 你认为人民会尊敬他吗 所以人民是在这个整个的氛围之下 对林权有不满 那对同政员的不满 其实第一时间 LINE的群组他讲出他要生活品质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放弃他了啦 媒体放弃他 据我知道 那其实行政院的林权院长也放弃他啦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找发言人耶 所以你讲的这个内幕只是前面找徐国勇耶 为了这个发言人啊 要不要换 换谁要 其实他们首长都开过好几次会 前面还有两个名单啦 一个叫林静怡 一个叫古拉斯 都是部分区的立委 然后这个啊 就是 超内幕的 赞 就是 比起来虚国勇应该比他们两个有战斗力啊 不管怎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换同政员这件事情 还搞了三个月 你就知道这个英权政府很奇怪 你们处理自己人的人事 是酝酿了三个月 都不能够下重手吗 你对于同政员不是任做发言人 时期平常多温和啊 今天他也大义灭亲啊 至少同政员跟他还是 比我跟他熟视的好朋友嘛 我跟同政员根本是泛泛之交 我只看过他的书 他最近那本书叫矽谷经济学 我去矽谷还把他从头看到尾 那基本上他是一个学者 他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教授 好的发言人 但是在这个寻找发言人的 这个一百多天的这个浪费时间的过程里面 林权院长的中间选民的民调 降下来了 他最严重的是他的 绿营的支持者的民调在下降 所以林权院长碰到的问题 不是老绿独 是老蓝蓝所造成的 林权跟蔡英文的支持者的中间选民 跟我们的前绿的选民的大逃亡 如果这个大逃亡的现象不挽回的话 这种板块移动对于区域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像罗志正这种非常的灵敏的选举的 这个嗅觉的人来讲 就是惨了耶 所以就非换不可 那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换 有一点当然可能是这个时候讲好 另外一点我也小人之心怀疑是在转移焦点 转移招风案的焦点 转移乐森案的焦点 对不对 好啦转的还可以 这是阴谋论 那这个如果是你转 转的还可以 至少今天他抢下了头条 可是从政治效应上来讲 我跑了这么多年的新闻 我觉得这个处理还是不够细腻 就是你有必要立刻把同证员 给他国安会咨询委员吗 这表示你们对自己人 不做一些惩处吗 你是为了面子吗 如果我是同证员 我明明知道我是不是任发言人 你可以先休息两个礼拜 再发布国安会咨询委员吧 你就不会被人家笑 你的国安会咨询委员 这个位置叫做资源回收桶 今天是赖世宝讲了 昨天我听到好多媒体记者 跟我用赖讲 啊 寇姐 国安会咨询委员 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 资源回收站吗 他们是跑行政院的记者 他们是觉得很不平 跟这个同证员斗争了好几个月 这个发言人做得不好 然后接下来他还被提升为咨询委员 这个叫做政治操作上的不成熟 如果说你可以把它放下来半个月 或是一个月之后再发布它 其实我们的反弹没有那么强烈 我也不会对撤换 或者是植物调整这件事情有意见 它明明就是撤换 它明明就是做得不好 你们为什么对自己人要这样子 言以虑他人 宽以对自己人呢 做政治可以这样吗 这一点我希望蔡英文总统跟林权院长 请你学到我 这个就跟台电那些员工们 他们去修复我们的停电的用户 你可以讲话稍微的要求严格一点 但是你可以人性化一点 人家每一个修理这个电线杆的员工 家里都有家属 我也真是辛苦 你讲那些话 礼拜天早上从大清早电视台 就在播这个话 说他意思就是说 你们没修好不要回来了 结果呢都没有人这个去解释 同证员还在办公室啊 按照徐国勇的说法 林权还忙着跟徐国勇谈这个发言人 这个徐国勇这个人也是蔡英文丢给他的啊 凭良心讲徐国勇给他面子了 给林权面子 那这个一天新闻那么多了 台电的员工都抗议了 结果到了晚上我们大家来批 我觉得林权院长 我只想问呢 我持平的问 你有对同证员这样急言吝啬吗 你有对张景森这样讲吗 你再写点数你就不要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呢 赵峰啊你有讲吗 徐国勇出去了 你还不敢叫他回来 还第二天叫他被请辞 还因为我们压力大 乐森案呢 丁克华这个查丁克华 贵仙龙查贵仙龙 李世光的经济部的投审会 通过的乐森的投这个并购案 你们你有讲狠话吗 更别讲那个郭芳玉 那个劳动部长还说自己要休情绪假 你有骂他吗 还讲那个民调 自己编一个民调 你都没有非常的严厉的指责 你自己的身边的高官 难道我们不能说你欺负基层 包庇高官吗 这种文化 其实我自己思想起来觉得比国民党还可怕 如果林权院长只是因为他个人的性格比较温和 或是他比较宽容 他比较容易把自己人当成自一家人来袒护 那你所流露出来的这个政治文化是让人失望的耶 好了到了晚间发一个新闻稿说不是院长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人跟我说哎呀那些台电员工的抗议是因为有人是反电业法 这个他们故意来这个做一些文章 我不接受 我认为民进党就是人民的政党 民进党的执政者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林权院长 你们在任何的执政的时候都必须想到基层 贫弱 贫民 劳工 如果你们在这个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是维护一个同政员 对同政员个人我没有意见 但是这个事件的处理太令人觉得你们这个政党就是一个权贵政党 虚伪政党 包着一个这个民进党其实跟国民党差不了多少的政党耶 除了还有好多人替同政员讲话 包括了跟同政员非常好的一些不分区立委 不好意思讲他们名字 哎呀说呀他是个好人 我没说他是坏人啊 可是他坏人做的不好 你们就应该惩处啊 你们连是非都没有 你还希望未来的阁员能够有是有非吗 我讲的是是非真相 请蔡英文总统跟林权院长 你们回到民进党的中心信仰的价值 就是站在人民这一边 内阁改组当然讨论很久 但是因为立法院已经开议 一般来讲 很少在立法院开议的期间 做非常重大的调动 这个会其实要省预算 然后要备巡干嘛的 你在这个时候换了一些重要核心部会的 那实际上会让这个 行政跟立法的关系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你新手上台 那你要还要为预算啊 为政策啊 你说现在送些预算书 现在部会首长自己编的 基本上很少人在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做很大幅度调整 那所以一般来讲 因为立法院本来就开议了 所以本来估计 内阁改组不可能是大幅度的 那也必须承认说发言人的这个部分 跟其他部会来讲 毕竟他不是扮演这么 就是说在立法院关系当中 不是那么核心的位置 那回到这个发言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来讨论 你以前是发言人 因为我在当国民党发言的时候 就被党内很多不一样想法 认为这个极不失认 那发言的确非常非常难做 当国民党的发言人难做在于 国民党自己的路线跟价值 跟社会的脱节 那当行政院的发言在于说 其实我们以前从旁观察 马政府时代的发言这个体系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第一个除了你要对政策能够 所谓辩护以外 真正重点是说你行政院发言是 跟各部会 你有办法调动各部会吗 不可能 你有办法统整各部会的论述 跟政策吗 也很困难 你往往是最后 最末端的这个部分 那这是发言人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所以真的的确需要有一个 在关系 在行政历练 或者是对于行政立法关系 行政媒体关系 非常熟悉的人来做 那同时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分量 因为坦白讲 政院发言人 他的负担 往往会比党的发言人 尤其在执政党 或者是府的发言人 有更重要更重要的位置 那我坦白讲真的是很困难 那徐律师徐委员 当然就口才媒体的经验 我觉得毫无疑问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两个啦 这是新政府 蔡政府给考虑的 第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政府的施政满意度的下降 其实不在于发言体系的问题而已 或者是其实核心的问题 不是发言体系 发言体系有问题 当然要立刻处理 这个我同意 那这个不是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 其实刚刚叩口姐有点到 就是说你改革的步伐 你跟既得利益的关系 你的政策的完整度 或者是统整性 其实在很多议题上发现 在新政府上台之后 的确有些问题 比如说劳动部的一利益修 这些问题 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那当然还包括更早核能的问题 所以行政院怎么样 很清楚的能够把这些 他的要推动到底是什么 他的价值是什么 他改革的步伐是什么 他的方向是什么 他怎么样迅速的 回应社会的质疑 那我相信这是行政院的挑战 那这是徐律师的挑战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 就从520以来 有很多的朝野的攻防 很多问题上 其实国民党犯了很多错误 但是民进党犯的错误 其实我觉得 比如类似南海 或很多方面的这些议题 为什么在第一时间 没办法很清楚的 把这个政府想要传达的东西 想要澄清的东西 第一时间能够 在论述上把它站稳脚步 那这个是徐律师的一个 很大的 徐委员很大的一个责任 那这也是 我觉得就这两个部分 是怎么做到 就是期待的 因为对于蓝的来讲 或者是深蓝的来讲 他看的是说 你这个人口才便及 你过去常常在第一线上 跟我们打架 所以大家一定觉得 你是所谓声率 但是坦白讲 跟徐律师同台这么久 我真的不知道 声率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把它说成声率到底 理由何在 或者是有何意义 我看不出来 那当然你也不能说 口才便及 就是说是斗鸡 我觉得这大概都 不是真正的重点 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两个部分 你改革的价值 让你怎么样清楚的传达 这才是一个 我觉得才是一个真正的重点 是这样 你有没有发现 林浅这件事确实不大一样 不只是换发言人 看起来他这件事讲话 确实是比较积极 比较强势 他确实也有压力 另外一个 徐公共这个人事实在你怎么看 很怪是什么 你民进党大概 几乎是暗战的人很多 对不对 可是国民党大概是两个反应 第一个是什么 是拥抱胜率 真的是拥抱胜率吗 第一个人在看在讲什么 提醒说什么 他会见郭立雄 抢台北市长的这个位置 真的有可能 因为他做好 就跟小平讲了 以后就选台北市长去了 因为大家都在爆料 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其实不要太阴谋论说 这个是故意挑在中秋节延价 然后这个放出来 让大家可以转移交流 应该不是这样子 我本来想形容你们内阁 还蛮聪明的 结果不是吗 我把那个 信息稍微 台中学要讲一下 中秋月杀政缘 以前沙达 没那么严重 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有点擦枪走火 因为最早是徐律师 刚才提到他昨天 院长接见 接见完之后 大概两点多 他三点的时候 在立法院立委的一个群组 党团队就自己发布 跟大家报告 说他准备要接任 行政院发言人 因为今天你们要选招委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还是要说明 他不能参选招委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时间上 对对没有错 他先跟大家公布 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 差异突然冒出这个心 这是真的还假的 有些本来以为他在开玩笑 对 他在开玩笑 所以呢 那你也知道 那个群组没有什么秘密 很快就留到媒体去了 对 那大家也给他恭喜 什么的 就是留到媒体去 媒体就开始查证了 像府查证 像院查证等等 然后才开始这个就提前要做一个公布 否则道理讲 10月1号才交接 对啊 还有10天的时间 还有很多时间在好的时间点 甚至等到礼拜一再公布都来得及 这这你说本来会晚几天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为什么要把它贴在带上呢 可是很想 徐律师的公布的时间比刑券院早 对 比总统府早 还是泄系都这样操作 主任代表也是这样子 他已经公布了 所以他可能也认为就是说 有必要 为什么也不用拖太久 因为今天就招委了 对 要选举 那本来是要推他选招委的 对啊 所以他 所以他必须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告诉大家说招委要换人 要赶快做另外的替代人选 对 所以整个就赶快做一些必要的回应 所以应该也不至于说 当时设定好就是说 在廉价的最后一天跟大家讲 让大家措手不及 然后转移焦点 应该不至于那么阴谋 但的确有这个时间上压迫 因为要选招委吧 那本来名单上面是徐国勇的 那如果招委不选 大家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换人嘛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 突成的过程 今天例如来选财政委员会招委 因为他就是本来财政委员会招委 你进来本来就是招委 对 所以有他时间上的巧合 不至于到阴谋论这样 第二就是说 拥抱所谓胜率 这个其实跟事实有点落差 伟中当过发言 我也当过党的发言 很清楚 党的发言是没有自己立场的 党的发言就是这个团队的立场 反而个人立场不能太强烈 因为你不是在 再也不是个人的 你的发言是代表这个团队 代表这个政府 代表这个党 甚至有时候 你是不是压抑自己的立场 必须要说一些党的立场 所以他自己是胜利 这个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他当那个位置之后 已经没有自己立场了 他就是党的发言 行政院的发言人 这么简单 那他自己有再多的情绪 再多的看法在里面 也要放到一边去了 那只是说 怎么样能够做好的行政院发言 刚才伟中讲 我同意 他政治分量上的确要够 随便讲一个例子 他跟别的部会要资料 你如果他认为说 你这个分量不够 脱嘛 可是作为发言人 第一时间 最短时间 要给资料 要给说明的 当别人不甩你的时候 你就要不到这个资料 你说同志以前可能要不到 像西国用要的话 各部会不敢不给 对嘛 因为毕竟他有政治上 我都怀疑同志员 有没有去要呢 一定有 但是能不能要倒是一回事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确有需要 刚才小平讲的 把一些政策语言翻成白话 给媒体听得懂 给外界听得懂 这一点的确需要 我自己当学者 一开始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在面对媒体的需求 面对一般民众的时候 我们习惯那种语言 跟民众喜欢的 跟媒体需要的 是有落差存在的 所以需要一点给他时间 可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 他必须要更多的 这个历练的机会 可是他没有这种时间 所以就必须要做一些妥协了 那至于说 也不知道什么叫资源回收桶 国安会专门说这种 我觉得也不太适合 用这样的一个论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做不好的人 为什么要讲 先问一个问题 他适不适合国安会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适不适合国安会 我坦白讲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他早就应该摆国安会 不是摆发言的位置 那谁做错这件事了 那就说谎啊 六一就要换他了 没有没有 而且他是被撤换 给我们要讲清楚 不是交换位置 他是撤换 为什么就要帮他这么忙 他是撤换 他人做的不好 跟请示威 这两件事我们要讲清楚 如果那个位置 他这个人 位置是适合他的话 那就没有所谓资源回收问题 他应该摆那个位置 让他可以发挥 而且我认为 可以发挥得很好 以他对两岸的研究 但是发言人做的不好之后 他的公信力会降低 但是对那个位置来讲 我不会 我认为 重点是对的人 摆在对的位置上 对没有错 那我真的认为 他摆在发言的位置 的确是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刚才很多人都提到了 他面对媒体的 这种生态的了解程度 对政治上的分量够不够 乃至于跟党内的互动够不够 这都一个大问题 所以大家在问 当初为什么 一开始放在国安会 或者放在陆委会 为什么放到发言人 那就是大家可以检讨的地方 他跟民进党谈恋爱 不对的人又在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职务 最后下场就这样子 但是回过头来讲 现在摆了虚贵 我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讲 是绝对适合的位置 为什么很简单 以他的政治历练 以他的对媒体的语言 乃至于他 可以用一般民众 可以了解的政策 你看在电视上的 这个谈话性节目里面 也很清楚了 他可以把非常复杂的政策东西 用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语言 说给大家听 而且他辩护政策 就算他不当发言人 他也帮政府在做政策的辩护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徐律师应该可以发挥 很好的角色出来 不过还是很清楚了 把索尔现在目前政策的 这种表现的一些问题 乃至于整个政府民调往下降 推到同学一个人身上 也是不公平的了 换句话说 整个政府 他的这个目前 对民众对他的不满意也好 由一个人来承担是不公平的 那现在换了一个人之后 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 我也不这么认为 所以的确在政府的节奏上 乃至于林权自己的表现上 的确要有些新的改变 还好 就这两天大家看到了 他的表现 他的这个态度 感觉上觉得是 是有想象的可能性 是有比较强势出来的 你不是他比较强势的 像问题是 有人在会发言一个发言人工吗 会不会是后面有些 他强势嘛 别人自己人在打 也要跟着坏 我觉得他开始要调试他自己 因为民众对他的期待 除了能力之外 最重要是破例了 换了一个发言 至少让他有想象的可能性 有想象的空间 而林权今天能够用 这种比较强势的态度 当然有些人认为 他对台电的员工太磕了 但反过来讲 如果拖了好几天之后 拖了一个月之后 很多责任还是在政府身上 所以我觉得他开始展现 那个强势的破例出来 我觉得是肯定的 好 我们等赵峰案 对 我们就看吧 看他能不能这个 今天同时也开督导会议 看督导小组会议 能够开出什么样的结论出来 我们看看这个新的林权 能不能有新的内阁表现出来 资政其他部位会跟着换吗 我觉得资政应该做发言人 但是回到大家关心的议题 就是内阁改组部位 请大家知道 现在开始要进行预算的审查 预算审查 就是这个部长 他编的预算 如果今天又要换一个人 重新部长 他有不同的看法 要编预算 重编 机会不大 我们还是给这个那个多一点时间 至少把这个预算审查完之后 看看这个部长 在辩护他的预算的时候 在提出他的证件主张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符合 大家的需要跟期待 不过小平 你怎么看 为什么是偏偏寻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把这个同证员给换掉 当然大家也很好奇 因为其实被网友点名的 这个部会首长非常的多 所以同证员接下来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是换同证员 不是换别人 那接下来有可能换谁 可是对于来因的人士来讲 许光勇现在接发言人 许光勇是非常有实务经验 他的口才也是没话讲的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来选台北市长 你们会觉得很担心吗 那刚刚预扣也这个爆料了 说其实在许光勇之前 确实也找两个不分区立委 那你们来因是讲说 都从不分区立委里头找 是没人了吗 你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你怎么看接下来 这个整个内阁的这个人士 不太正常 一直都从不分区里面 找人当政府的人员 那不分区他的庄严性就减低了 不是不能换 而是最好少一点 弧度太大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不是担心 他选不选市长 我们很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必须 你们开心 徐国勇可能就选市长 你强做政进状 不是 我们一定要三国 如果是武党和柯文哲 然后民进党 不管是徐国勇 不管是顾立琼 不管是这个姚 姚文志 姚文志 他比较少上电视 然后呢 那三组选 当然他们分裂 就如同黄大洲 赵涛康兰燕分裂 一对一对一对 可是这机会不大 他一定会出选嘛 对 所以你现在必须 虽然柯文哲弱很多 可是还比这些人强很多 我要把它拉平 这才是三国 这是我们的大战略 但我们是要努力 我们要做好一对一的准备 我们对这三个民进党 姚文志等三人 或我们对柯文哲都要有心理准备 那可是现在这样 如果这三个不长大的话 显然他们必须让柯文哲 这很清楚嘛 这个态势 民调都有做了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 什么叫分裂 为什么赵涛康跟黄大洲 可以分裂 赵涛康票多 黄大洲有主流嘛 党提名 所以就二一天作武 然后2000年的这个 人气高的宋楚瑜没有党 那这边人气低的连赞 有党也基本二一天作武 才能夹缝出来 这是我们的大战略 这是我们历史观 史观来三国来的 第二个 那徐国勇做得好做不好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还是回到英权体制 那不是个英权 蔡英文跟林权 你好坏 谐音 然后呢 重点是破例跟破坏例 如果你要做自己 不像不要做 这样举例说 这个这个 这次林权很生气 台电啊怎样 刚才柯伯姐讲的非常有道理 那你为什么对 童正言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不适任的发言人 这么宽容 还给他一个咨询委员 一个月十几万 部长的薪水啊 也很大 在体制上可能比发言人 还高一些 那个咨询委员 他是部长级的 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你的破坏例 是什么叫做破例跟破坏例 破例是绝对 有信心有勇气 可充满了智慧 做对的事 谁叫破例 谁说生气就是破例 那叫破坏例 那是对国家施政 对人民的伤害 今天台电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第五天才生气 你又从第一天就检讨 我几天可以修完 这是程度好吧 林权没有程度嘛 第二 到了生一万户的时候 你再生气 你今天如果 是因为我们已经 树叶匪泄 已经弄到九十九%了 搞了四五天 你就应该加奖它 而不是用骂的 那如果是整个体制的破坏 你要从体制来着想 而不是断点 你就指责 不过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说 小评议员讲的不对 就是说我在第一天就开骂 人家会觉得你根本就在作秀 他已经给你时间了 而且我还要讲两点 刚刚你刚刚点了 我讲一句 他要说明五天来 他要第一天要掌控五天的进度 那为什么风灾 进入了那个台风的防灾中心 包含电力水力树 海港的恢复 这是基本的概念 这是流程嘛 他有这个程度 他才可以当行政政院长 要高度啊 我讲刚小评议员点了好多个民营党 要选台北市长的人 人家又当政务官又当立委的 人家历练那么完整 还在忙着跑基层 然后你还在那边嫉妒人家 你还热印象 我希望他们能够 还拉平二一天肉 然后再来第三点 你要讲说不分区太多人进去 当初民营党提出那34个人 不分区的时候 全社会是给掌声的 那本来那个就是人才库 那人才库他可以当立委 那如果有适合的人去当政务官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不对 因为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不分区的排名 社会也是同样是给掌声的啊 那所以我不觉得说 有很多的不分区这样子就不对 只是要提醒 那要说清楚 我有五个八个已会当部长 不一定嘛 你们不一定要投我的不分区哦 这个要讲清楚哦 这个这是政党政治哦 这个是 没有嘛不一定嘛 然后同样是人才 为国家所用 他不管是在国会或者在行政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可以刁难 倒是我觉得民党 比较要注意的是说 很多被视为是战将型的人 徐国勇是个战将 顾立雄是个战将 通通都入阁了 那所以在接下来的立法院党团 本来大家觉得说 福院党 福院党团当中 党团的战力看起来是最强的 他们的队伍是编队最完整的 那会不会跑了几个 这个战力很强的人 去当这个阁源之后 还有罗志正在还好 对啦还有罗志正 还有吴敏锐等等 也就是说那个战力的部分 会不会受到影响 也是接下来党团要自己面对的问题 一块你看小平他们讲起台北市长的人选 这变成信心满满是什么 国民党真的知道台北市真的还有机会吗 第二个老讲 不管是郭立雄选或是习惯去接着这个位置 你真的要选的话就看你的表现啦对不对 如果表现好的话就有机会啊 表现不好的话哪有什么选举的什么市长的机会 因为那个现在国民党一塌糊涂那个 中小平人生唯一的希望就在2018年代代北市长 不是希望是我一生的志向 对啊 包括很多人有这个志向都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觉得徐国勇跟顾立雄他们这些不分区立委 进内阁 其实这个在当时我们投票的时候就有这个概念了 因为不分区委员本来就是 他是以政党作为代表嘛 那他这个不是这些个人一定要坚守在他的岗位啊 而且他在34个这个名额当中 他也有人选的平均的分配 不至于说因为出缺了一个 那他的相对的这些人才会没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国民党是因为 这个没有批评的这个材料 或者说自己不用工 所以就没有办法评论到说人家是人才荒 我的天啊 你们国民党说人家民进党是人才荒 那你是什么呢 你是荒人才 你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不好对不对 被骂惨了 你们连老男男都没有才用老男男 好不好 这个逻辑要先确定了 这些老男男的问题是出在这些老男男 是一个利益集团的系统的结构 其实林权院长在赵峰案之前 8月19号之前 其实大部分人对他的老男男的意见 没有那么高哦 赵峰案之后才有那么高的意见呢 各位8月1号他处理赵峰案 完全被老男男给牵着鼻子走耶 就是丁克华跟那个金管会主委 跟贵仙龙跟副主委说 这个我们去找彭华男写封信 然后就保掉了这个赵峰的这个案子 从8月1号8月4号彭华男写封信 林权到现在说不清楚 那封信到底写给谁 内容是什么 一个院长开一次记者会 将来他面对立法委员质询的 我不认为民进党委员会不想知道这个内涵 从8月1号你被这些老男男牵着鼻子走 一直到8月19号公布 中间你们有吃案的嫌疑耶 有私了的嫌疑 那接下来呢上个礼拜三 也是老男男干的好事啊 金管会里面的老男男多厉害呀 台风夜连续四天假期 他突然公布一个金管会的报告 然后罚了六个人 其中有一个叫徐光熙的 还应该给他颁勋章 那关于这个东西 你们立法委员不想知道 林权院长他的态度吗 林权院长被大家这个放假的时候 很多节目啊 大家也在批评他 他在礼拜六还发了一个新闻稿啊 说我没有要这个包屁啊 我要查这个内线交易 也要查这个洗钱案 那我的意思是 金管会这些老男男给你的这个报告 你怎么没意见呢 你接受吗 徐光熙一点事都没有 你接受吗 你不会去看看纽约州的那个分行里面的 21条的第一里面讲到2010年到2014年 那个纽约分行就有这种异常的涉嫌洗钱的交易吗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觉得林权院长 他被老男男牵着鼻子走也就罢了 被这个包围 还有乐生案也是如此 那个金管会的老男男 也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发了一个稿 说他们怎么处理热生案 我不知道你们大 你们立法委员的那个群组有发那个稿子嘛 他介绍我们怎么处理啊 处理半天最后还把金管会的职长 做了两个两段的介绍 还宣传了一下金管会多了不起 金管会现在的桂仙龙 金管会现在的丁克华 都是乐生案在 乐生案是在林权上任之后的 政府所通过的并购案哦 不要推哦 这个是金管会跟投审会哦 结果林权院长也任凭这些老男男搞 这些老男男啊 可怕极了 所以这些老男男是林权的问题 如果你继续依赖这些老男男 你的公信力会降低 你用100个新的发言人 你去用林志玲做发言人都没有用 那这个可能有用 所以我真的是认为 这个林院长要非常知道 他的问题之所在 那至于台北市长的选举 跟徐国勇有没有关系 顾立雄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未来的政治发展啦 徐国勇身为一个发言人 我替他考虑过顾立雄 考虑过他们的政治前途 他们不需要去选台北市长 将来法务部长邱戴三 一定两年以后去做陆委会主委啊 因为两岸关系在两年以后会变化嘛 他再怎么样也不会像现在 动成这个德性啊 邱戴三去做这个法务部部长 就在等民进党的人 可以接法务部长嘛 这两个刚好是学法的啊 谁规定一定要去选台北市长 就像选台北市长 他们两人也是够帅的耶 你跟他们比 可能还要这个有一番挑战呢 姚老师 昨天联系假期 小英是没有休息的 这个年轻的秘诀 他昨天他还特别找了这个 行政院的首长跟立法院的首长 还有什么老科他们一些干部 去协调说到底要怎么去 怎么去把整个行政体系 做得要更好一点点 所以他就在问啊 包括刚刚实际讲的 他这段时间都还去找独派的一些大佬 来做一个沟通 甚至现在清点的虚国勇要去入阁啊 所以他显然是希望说把林浅的内阁 赶快把他救起来 可以有人在问啊 换一个西高雄 真的吗 就有把他救内阁吗 这个要看啊 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脉络 这个要搞清楚 我不是政府 所以我猜测是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看样子 舆论的这个发言 有一定的作用 第一 我们多次讲到民调 我们就指出两点来 第一点 为什么林全的民调跟小定民调有差 差到8%9% 一直都是如此 奇怪啊 大家为什么把他们俩差 拆开来 就可见有一块 人家归罪在 那群不满意的人归罪在林全 没有归罪在小银身上 OK 第二 那那些不满意越来越高吗 那个不满意人是谁 我记得我在这里啊 节目上我讲过两次 很明显的是自己人 是自己人 你比如说 我有一次特别举高频 跟云嘉南的选民 跟那个最后一次选前那个民调 一看 你看支持度 你看他现在满意度 你看很明显是自己人 所以这是第二 一个民调显示出来 第二个就是自己 第三 独派就证实了这一点 拼命攻击林全 你不觉得吗 那些人还蛮有代表性的 所谓代表性就不懂体系的了 所以这段时间小银也去找独派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民权为什么要换这个发言人呢 这个问题就发觉到原来搞了半天是自己人让自己的满意度下降 那自己人让自己的满意度下降 而且最后一个我刚刚没讲的 国民党的民调没起来 而这个民调就进到了 有一部分进到时代力量等等等等 很明显 这个就表示有一些问题是自己的体系问题 怎么讲 同政员的最大的招门 不是专业不够 也不是他不努力以功 或者得不到林全信任 而是他对民进党的体系他不熟 这样讲好了 我今天要跟时期讲两句话 我要跟这个 郁寇 郁寇讲两句话 我都可以直接就这样偷 因为我们熟了 熟了久了他们都知道 我平常这个事情讲什么 他熟了 我请问你同政员怎么去跟孤宽明讲什么 他怎么去跟那个叫什么吴李培讲什么 他连门路都没有他还找他还得去问人 这吴李培平常在哪里上班呢 还是吴李培在哪里活动 我是不是拜见他一下 他等到搞清楚了 那个人还愿意坐下来听他话才行不是吗 已经被骂惭了 可是老师这怪他发言人事上也很怪 院长也可以沟通吗 不不不不 这个不一样 这完全不一样 林全你以为可以跟这些人 现在换许国勇 也不见得嘛 所以你看看许国勇 是不是 我现在把这个他的罩门跟徐国勇不一样 我要讲清楚 因为这是民进党的体系 民进党有一个跟国民党很不一样的 他是一个虽然执政咯 他是没有 他没有巩固领导中心这种问题 他想到他就发言 所以你的政策你要 截肚死割据 不是 割据又太多了 割据是在地方上 他一个政策出来 比如说他今天假设 我讨厌这个外交人选 今天就要有人去说明一下说 这个 比如说假设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我希望用蓝的 是因为我不要太极端的意识形态 我希望能够在两岸关系上 或外交政策上 能够是国内有共识 然后一起打仗 所以我才用比较中性的人选 我不要用深绿的 举例来讲 我也不想刺激 假设是这个方向 你就要有人论述这个 把论述跟 有的人听得懂嘛 否则的话 他会在家里想 这个位置 为什么也给他 怎么那个金融也给他 他论述不清楚 那些人就会自己想 那你就不理我们了吗 因为我们也有意识形态 我们也有主张啊 显然这个中间管道有不通 我这么看 新潮流 我请问同志云 有没有特定 小段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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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我看也不是特别通啊 虽然他可能认得一两个人 可是显然也不是很通 那你说他跟地方诸侯呢 他是陈菊啊 磕批啊 我确定知道也不怎么样啊 那你就知道那沟通的管道当不建立 他就算有一身本事想要沟通 就不能成就嘛 可是徐国勇就事半功倍了嘛 那个是事倍功半了嘛 这个事倍功半 事半功倍为什么 因为我长期纪念在这个里面嘛 再加上我这个原来在媒体的身份 我跟媒体沟通也算顺利 然后他又人言善道 在表达上面来讲逻辑性很强 所以我相信换这个我自己看好 是个好奇 我觉得还不错 至少先安内嘛 因为你现在火是烧在厨房啊 他不是烧在敌军的来 因为你民调 我刚刚不是讲了那个敌军 以蓝军来讲他没升高嘛 可是你自己内部在家骂下去 我这个这个这个受不了的 所以所以我这一点 当然要徐国勇就要看他本事了啊 因为徐国勇我相信 我刚刚讲的人 他那个都可以直接沟通 他应该都可以 那就看他可不可以 他的论述被人接受 解了林全这个苦 解了林全这个距离 那如果可以 因为现在才三个四个月嘛 是啊 才四个月嘛 我相信现在换 如果你如果到年底 我如果他算成功的话 大家就会发觉 民进党内部这些活蹦乱 我并不是说民进党就一言堂了 只是活蹦乱跳的现场就会少 那这个危机感 或这个不满意度啊 可能可以稳住 当然并不是说徐国勇是救党救星啊 一个人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先 先补一个洞嘛 那个洞叫沟通与论述 这个沟通论述在党里面是非常重要 没有一个人 你现在不林全没有 民进党是没有 是这个 我不要用江湖出身好 是打草莽出身 他不是说民进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你只要坐上那个秘书长位置 发言为 马上就是一个 我今天要跟时期讲话的时候 我就给秘书跟时期联络 时期啊 我给你聊聊 他就他就会来呀 国民党是这个性格嘛 可是民党就算林全亲自打 他也不会规规矩矩的听你说我 我干嘛要跟你谈什么 他是个平等的 大家一起打拼的那个环境嘛 文化就不一样 所以他讲话也如此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徐国勇 给他一点 给他一段时间试试看 我觉得如果 如果是我这样子的问题 是找他的原因的话 那我相信 那徐公勇应该是不错的人选 好 我们就慢慢看 从民嘴变成是发言人的徐公勇 表现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像杨老师讲的 至少在民进党这一块 或者立委内部的这个沟通上 会好一点点 到时候民调我们也好在追 好不好 另外呢 就有一个重要新闻 被郭平洞 蓝颖的县市首长 到北京去了 他们本来是要求只有三点 结果北京啊 要五毛给一块 给了八大利多 而且强调什么 只有给有承认九二公司 这个县市 明天啊 还有一些业者 包括六五村 他们还要到大陆去拉这个陆克 人家看起来地位 地方慢慢在包围中央了 小英到底要怎么去突破这个呢 来 我们请英娜 把我们追踪一下 好 蔡英文上任之后 陆克来台人数骤减 而在昨天就有八位的 蓝颖县市首长 到北京来会见 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 我们就来看到这张照片 包括了苗栗县县长 徐耀昌 新竹县长邱敬纯 还有南童县长林明珍 以及花莲县厂 复根旗等八人 双方是屁事 讨论了25分钟 而蓝英的八位县市首长 也提出他们的三个主张 包括了要持续采购 台湾农产品 扩大两岸观光 以及文化交流 并且还要建立窗口 简单来讲 就是要争取 陆克到有九二共识的县市 来观光 你既然都已经承认 有九二共识了 对方也给予八项的差别待遇 包括了促进旅游 农特产采购 还有城市推介等等 并且强调 只有这八个县市才有 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首先是这样说的 说肯定这八位县市首长 对两岸做了努力 另外他也痛批 话锋一转 他是痛批现在台湾的执政当局 说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还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导致两岸和平发展受到冲击 但是真的只有这八个县市吗 记者就问到 那其他县市呢 结果张志军是这样回应的 他说其他县市应该想想 为什么他们不能来 讲白了就是九二共识 这四个字 但是对于对岸 用这种以伤逼政的方法 我们的八位县市首长 竟然是这样说的 说这一次中方很有诚意 是520之后 大陆释出最大的善意 甚至还说 这下他们赶回台湾了 但真的是可以被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所接受吗 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是民长立委林俊宪 在脸书上的发文 痛批蓝营这八位县市首长 说岂有吴三桂 金友兰巴奴 而时代力量的立委 徐有明更这样说 他说这几位县市长 干脆就当人职 压在中国好了 而对于国台办 这样做法 总统府其实也有回应的 总统府发言人 是这样说的 他说真正有意义的交流 是不需要有任何前提 这样才能增进 彼此真正的相互了解 因为你只到这八个县市 你到底能了解台湾什么呢 所以现在就旅游达人 这样说了 说陆克最爱的十大景点 包括了西门丁 墾丁日月潭 台北101 野柳士林夜市 泰鲁阁阿里山 故宫跟九份 现在只剩下日月潭九份 野柳跟泰鲁阁可以去 并且他们还排出 五天四夜的行程 说第一站 先到新北市的九份跟野柳 然后就要直奔到南头的日月潭 之后再翻山越岭到花东 因为到这里 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他们只好搭飞机 回到中国去了 但是我们要问的 这样搞真的行吗 而且现在很明显的 中国大陆就是企图 要绕过蔡政府的方式 对台湾来做点对点的分化 现在就考验蔡政府 到底要如何因应了 师期 以后真的变成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了吗 一国两制吗 以后九二共识的陆克才来 你现在看起来很强烈对比 你看不只是民进党立委 骂那么凶 什么岂有吴三桂 亲有什么兰巴奴 你看有些人都已经骂到 什么卖台这个事情 可是相对的 这些男青的立委 跟县市长他们就讲 他们本来就承认九二共识 而且他们现在是帮 去帮他们的县民 去把观光识找来是国外党啊 这怎么办呢 现在两边看起来 两边的差距蛮大了 我觉得就是 这几个蓝军的县市长 第一个他们是在台风天的时候过去 然后呢 国民党也忙着在骂中央救灾 这个没有做好 然后你们自己的县市长 却又在台风天的时候 不忙着救灾 然后跑去那边 跟人家讲九二共识 我觉得这也莫名其妙 更何况国民党不是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这八个字是不能分开的吗 你去那边有跟人家表吗 有没有表 还是完全按照对方的逻辑 在讲九二共识的 我觉得是这样 第一个是说 你说这县市长应该强调一下 不只是一中各表 对嘛 人家讲的那么清楚 就是两岸同属一中 那你在那边 我有一件应该是一中各表 我们大家来互相表一下 有没有 都没有啊 就之前国台办主任张志进有讲说 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各表的问题 那不会是跟人家劝人谈的 那他谈啊 他为什么不谈啊 他根本就没有要跟人家 就这八个人也没有要跟人家 所以谁都投降了还跟他谈 是嘛 那我觉得摆明的就是 就是回过头来 就是跟着对方 然后回过头来 一起来压破台湾 然后让台湾分成两半 就真的是让台湾变成分化 就分化掉了 这个有九二共识的 我们就有萝卜吃 然后没有九二共识的 嘿你们都只有棒子 跟着外人来欺负自己人 我真的觉得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 更何况你拿九二共识这个点 当做跟执政党对抗的杠杆 这件事情有卖点吗 没有卖点嘛 九二共识之所以 不被台湾人民接受这件事情 是在1月16号的时候 经过选票验证的 那既然都已经经过选票验证 我不知道你还要把这个 旧的东西拿出来 我要再卖一次 你到底是想要卖给谁 然后再来第三个层次是说 如果只 如果需要一个政治前提来作为 不管是观光也好 不管是交流也好 不管是商业行为的前提也好 你实际操作怎么操作嘛 你还不能搭飞机来 因为飞机一来就到桃园 怎么办 桃园正文燦呢 所以你还只能小三通 正文燦闭关 搞死我 正文燦是民营党的 他没有九二共识 是啊 所以你只能去小三通过来 然后跳点嘛 然后你游览车如果要加油的时候呢 还不能到这个 还不能到非国民党的县市去加油 只能加九二汽油 而且游览车加柴油的 你硬要给人家加九二也是对车子不太好 那所以我不觉得蓝营打出这张牌 到底是期待获得什么 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所有跟中国之间的往来 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前提叫做九二共识呢 我不懂啊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 这不是一个观光的正常的行为啊 我们如果去日本观光我们要去欧洲观光 有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吗 通通都不需要嘛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怎么可以跟着对方回过头来压迫自己人呢 我觉得最让人家觉得难过的地方是 你不去拿枪跟人家打仗也就算了 你怎么会欺负自己人欺负成这样 更何况 你们不过就是地方县市首长 九二共识这件事情是中央的政策 我不知道你们在那边嗨什么 你们讲了半天然后呢 然后你就改变了国家政策吗 不可能改变的嘛 蔡英文选上就是因为他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 他不可能在选前的时候跟你说 我只有九二精神 我只有九二会胎 然后现在因为你们这八个人 哎呦我感到好害怕压力好大 所以我来承认不可能的事情啊 因为他的执政基础会垮 那这个逻辑已经讲过很多次 你们都还不懂的话 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话 来跟你这八个人讲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八个人就是 脑子里面真的没有装什么真材实料 所以才会做出让这个对岸 可能觉得你们好乖哦 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些甜头吃 然后可是却让台湾人觉得 不可思议你们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国民党一点好处都没有 国民党真的应该要想一想说 你们怎么样才可以在台湾有卖点 九二公事这件事情 在台湾已经没有卖点 所以不要拿一个过期商品再来兜售 不过姚老师 我还是要问你 因为你上个礼拜还在我们节目里头讲说 中国根本不会理你们的 结果呢 中国现在不但理了 而且还给了这个八大利多 所以蓝营这个现实上讲说 哇这下子我赶回台湾了 感觉上的两边呢 另外一边还就直接讲了一个中国 所以呢好像双方都觉得自己赚到了 是这样吗 而且蓝营为什么现实上敢这么做 今天就这么巧啊 联合报就出来一个民调啊 告诉我们说呢 台湾人民对蔡总统处理两岸的这个关系 满意的只有三成 不满意的高达四成八 都快接近五成了 然后呢对于台湾前途的主张呢 虽然维持现状的呢 还是最多的是四成七 可是呢已经大跌了八个百分点了 我们看到呢 不管是主张独立或统一的 一个是增加三个百分点 一个是增加四个百分点 所以掉下去的 是不是已经往两边极端跑了呢 另外再来看 民众认为导致两岸转趋紧张的因素 认为是台独的还是有22%了 但是也看到它大跌七个百分点 反而是认为是因为九二共事造成紧张的呢 也已经暴增了12个百分点 来到了18%了 但是呢台湾民众呢 对于这个中国的印象 现在是怎么样了 这个最好笑了 我们来看看 中国的 他说台湾人民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个印象呢 好的居然还有三成 当然不好的呢 也有将近五成五 那对于中国人民印象的呢 好的呢大概是44% 不好的是45% 感觉上呢是在伯仲之间 可是我们来看呢 联合报却解读说呢 这表示台湾对于大陆民众呢 好评创新高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中国人民印象 好的呢 居然暴增了七个百分点 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 让我们觉得中国人民好好喔 另外再来看喔 台湾人民呢 到大陆去的这个意愿 不管是工作啦 或者是创业 或者是让自己的子女 到大陆去念书的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百分比呢 都是这个增加的 尤其是让子女到中国去念书的呢 现在呢 已经是增加六个百分点了 据说呢 这个三成二呢 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联合报也是解读说呢 这表示台湾人民 西进中国的意愿上升了 这个姚老师怎么跟我们的认知 好像不太一样 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啊 要这样子来看 我先来讲这个 这一次的行动啊 第一 证明了九万共识是国共共识 不是两岸共识 对不对啊 因为这个国民党的去 双方谈得这么热络 开心啊 对啊 所以这就证明这是案盘交易 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案盘交易 是国共共识 所以记得 记当时国民党在大陆 不管一次会谈 两次会谈 总而言之 这跟中华民国没关 这是你党跟党的事情 所以不成为国家的问题 第二个 差异性对待啊 不但不会有好处 只会有坏处 可是我非常欢喜快乐 看到这八个人去 我马上讲为什么 我马上讲为什么 因为这非常重要 我希望常常 他们能扮演一些这种功能 我先讲差别性 在客观上对于国民党有多糟 我在脸书上也好 看到两个是真正国民党的核心分子 而且长期为国民党做民调的人 在脸书上你知道怎么写 生气啊 因为中国宣布八个县市可以在北京做旅游展览 可是他的户籍在台北啊 他不能做啊 所以八个县市可以到北京做旅游展览 可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北的 你自己想想看 你做差别待遇 你可以分得那么轻吗 这八个县市没有独派啊 这个八个县市以外的人 没有两岸的友善 就是说愿意接受久而共识 你这种差别待遇 只会让一群原来支持的人会生气嘛 因为他真的想 给我不要有差要有好待遇 结果你们这样作为以后 一群国民党的人他得不到这种待遇 难道你叫他把户籍搬到苗里去啊 这种作用很清楚 然后再想反面的那群人好了 请问这样子待遇 会让原来民进党的支持者高兴吗 或者害怕吗 就像对不对 刚才所说会把选票移转吗 不会嘛 自己的人会生气对手也不会改变 那客观上有什么好处呢 可是我为什么非常欢迎这种行为呢 因为他对台湾没有威胁 而且还有好处 你知道什么好处 因为他们卖不了台 我最喜欢卖不了台的人去卖台 我最喜欢卖台 因为会卖台的人 比如说做总统的人 去卖台很危险 不能卖台的人去卖台非常好 因为我昨天两天都在高雄 高雄在教会讲到 我在某一个场合里面 有一个弟兄问我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盼望神学 什么叫盼望神学啊 就是一个人已经苦到了 非常苦不上苦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 那些犹太人也很苦很苦 或者生活很困苦 他不走绝境 不走绝望啊 一定要他有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是指 大概三年以后 大概这个战争就会结束了 再忍一忍 或者再忍一下 这一年以后 父亲的工作可能就恢复了 总而言之要有个盼望 要看到远端 你就能忍受现在的痛苦 这一点对中国很重要啊 台湾的政策 我这个讲不是开玩笑 蔡英文的政策到现在 还非常缓和 各位一定要想原因啊 我是非常支持的 不讲重话 我们可以骂共产党 他绝对不要骂 你不要把一个人逼到绝境 他就会走极端 我们不接受九二共识 是因为我们要维持 我们的自主性跟独立尊严 可是你不需要去惹毛 那个流氓 你把他惹了 请问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现在还在分化 当他一把一束花 如果今天一个流氓看中了时期 他一束花 他三不五十的 可是时期不要太过分 他下次就拿把刀来 把你捆到黑巷子里面去 一束花来的时候 他正想要骗你嘛 因为时期就把他看穿了 就不say no 可是say no还有一个智慧 让他永远有盼望 让他永远拿一束花 不会走极端 这是最重要的 这样我常常都有花 这样才有花 而且最重要 你真的不能撕破脸的 你要晓得他这个地方走不通 因为这八个国民党 他能做什么嘛 他回来也没用啊 损失了自己选票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 你知道他在下一步路走什么 他观光走不通 他八线市走不通 他下次又整你外交啊 凡尼干跟你建交 他就跟你建交啊 外交走不通 他就跟你来惹事啊 跟美国还谈判啊 他有各种招数人惹你啊 我一再讲 就像刚才你讲那个民调 其实台湾的民众 尤其年轻人 因为我非常重视这群年轻人 就像我最近看一个影片 有一个老荣民啊 自己把那个影片 po上来的啊 因为那个是个中央台 大陆的台给他拍的 他就感叹自己的儿孙 都是台独 小台独 只有他是中兴的中国人 可他也讲出个道理嘛 台湾生台湾长 这些小孩子们 不认得台湾 这就是我演讲的主题 我现在有个自己的名次 他不叫天然独家 我叫非中 这群年轻人脑海里有个观念 就是我不是中国人吗 那你怎么强迫 连我的老农民爷爷 这么样的劝我 这么样的天天耳听面命告诉我 就像我小时候父亲告诉我一样的 我一直只要逢年过节 每天晚上吃饭 他都要告诉我 我从哪里来 他从哪里来 让我要想到以前的渊源 虽然我从来没看过那里 我也没看过 祖父祖母 外祖父外祖母 可是就要把渊源讲出来 可是在下一代呢 他没有了嘛 什么的 那个叫非中的世代 我叫非中世代 非中世代 清楚得很 他只想在这个地方 他最讨厌就是你干嘛来惹我 你不让我叫我自己的名字 你不让我唱歌 连我在台湾唱歌 你都不准 你这群人反弹是反弹这些 他才不管你什么政治 什么这些 谁当选 他讨厌就是你凭怎么管我 他一点都不歧视中国人 他也许有些人讨厌那些没有礼貌 没有伦理的中国人 可他真的不讨厌 他讨厌共产党 天天欺负台湾 就这么简单嘛 那这个局势会不会变 不会变 年复一年越来越广泛 对 国民党这八个限制 只要认清不了 我就希望他们维持一段这个共同 就他们就有点像何清 中国以前的政策何番呢 要把自己的公主丢出去嘛 要把公主丢出去 嫁给对方的王子或国王嘛 就女人牺牲一点 按照现代的观念很惨嘛 他就嫁到那里去了 我觉得这个八个限制不要明讲 所以我觉得小银现在反应还不错 他不讲重话都是 民进党讲这没关系啦 这个别委员讲没关系 可是中央政府不要讲重话 你就把他当作何番的 那个公主就好了嘛 他对不对 他就自愿去 那你要派八个美女去 他自己觉得美嘛 你看看对方派出王子出来接待 那个层次比一般高一点 对不对 所以你就当做他去嘛 对台湾也没坏处 他也不能增加选票 他也不能推到我们政府 尽量让他去 给中国还有个错误的盼望 我刚刚讲 当他没有盼望 他就走极端了 完了 这台湾已经要完了 要走到台独了 那他就 他就要走极端 那你三不五十 送个公主过去 让他就 少掉戒心 对不起 这不是我送的 他们自己去 所以我就说 我很乐见这种现象发生 对台湾其实没有坏处 大方向来看 连内政上选票不会多 外交上我们稍微给缓 很好嘛 对不对 那等到有一天他们发觉 他们做了何分百做了 给别人做功能 他们自己反省 可是至少目前我认为 这个没有效果的东西 我们要很正面的对待 因为其实无所谓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先引述因为联合报 我强调联合报 资深两岸记者 今天在他脸书上 对于八个县市 国民党县市首长 去的一个结论 他是说破坏两岸关系者 首要是蓝营 弄死蓝营者 罪魁是国民党 他是对于这个的权势 那我只是引述 他是资深的两岸记者 联合报的 那为什么这样讲 我当然他有他的理由 但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 第一 要去蓝营的县市首长 要去两岸交流 城市交流 去争取观光客都没有问题 也应该鼓励 今天总统府前段话就讲了 各种形式的交流都很好 那这个总统府的发言 这个讲的是很稳的 那当然他也讲了 不应该有前提 我觉得这个面面俱到 但问题是 这重点在于 八个县市首长 到底去讲什么 我觉得这还是重点 那当然八个人口径 其实坦白讲不一致 那再来呢 八个县市也不一致 有的是县长去 有的是副市长去 那这个不谈 我是先举 这个我今天是看中国媒体 那是中国媒体报道 如果这个报道有错 那请这些县市首长 立刻澄清 中国媒体报道就说 我不点名了 这是中部的县市首长 他以代表 这个八个县市首长的代表团 致达词说 他说政党轮替以后 两岸台湾的领导者 他用领导者 不是总统 当然他不用总统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承认九二共识 在产业观光各方面交流 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大陆媒体的标题 是说领导人夸胡 给交流造成很大影响 我们的县市首长 去一个全台湾人多数的认为 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 去批评我们的领导人 这是一个适合的行为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如果大陆媒体 这个网媒报道有错 那请这位代表 我再讲一次 他是代表八位县市首长 致达词讲 批评我们的领导人 第二个 东部的县长 因为我们知道台东是副县长去 好 他说我们代表的不是八个县市 而是台湾2300万人民 我想请问一下 怎么算的 他这个八个县市 从数字上 从政治上 他怎么样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 他怎么代表1月16号 那个厂选举所选出的新免疫 他凭什么讲代表2300万人民 我再讲一次 如果大陆媒体报道有错误 那也请这位县长做出澄清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在于交流嘛 重点在于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 以及你到底去讲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重点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你去批评我们领导人 你去说你自己代表2300万人民 请问蓝营支持者真的能够接受吗 如果知道这样的事实的话 一个比较理性看待两岸政治 看待台湾蓝绿政治的人 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发言吗 我觉得这是比较严肃的问题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 刚才主持人一直提到这个民调 联合报这个民调 当然应该要参考 可是它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西晋的意愿 年轻人逐年而且是下降 几年前四成八到现在只有三成 这个是反映在哪里 大陆不是一直说要重视青年 要三中一清 讲了这么多年 大陆一直推了很多什么文创合作 针对青年创业的吸引 结果台湾年轻人的意愿是越来越低 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当你在不看细部分析 只告诉我们说 西晋意愿上升的时候 你难道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吗 第二个很重要是说 那现在是谁西晋意愿上升 那是白领的高层 学历越高 也就是那个金字塔上面那些人 意愿升高愿意去 这个反映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两岸的交流过去长期被批评 从国民党执政时代 一直被批评的问题就是 那个利益没有办法往下走 没办法滴到下面去 上面人得利了 底下人感受不到 你看嘛这反映在民调嘛 就是那些对金字塔尖端的人愿意去啊 觉得去有很多利益 可是这些年轻人觉得这个社会 感觉到自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去表扬的人 我就不觉得那边是一个机会 如果我们今天只被这个民调上的表面数字 蓝营那边看到拿来说好棒哦 大家意愿上升 那边自我安慰的话 不去看到那个实际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两岸的交流的格局 没办法真正的改变 国民党的路线也不会改变 那只会永远看到我们的国民党的代表人物去那边讲 他们竟然可以代表两千三万万人民 竟然可以批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来来 那个郁康啊 这次他们让的那个利多啊 中国那提了八大利多的 他不是只有观光客耶 他连那个什么农业啊 你像台南以前什么私募与气宗有没有 你做了一段时间 他后来他都不买就完蛋啊 所以我们在提醒 包括这八个县市什么 没有错 你可能是帮人民 现在解决一个燃眉之急 可能观光客啊 什么农产品那些问题 可是你要想一想 你到时候被中国大陆掐住了 不只是什么 以后入客 你现在来 以后不来 甚至有某些气宗的农产品 到时候气宗了不来 你怎么办啊 其实我觉得国台办他们 其实是有苦在心啊 口难开啊 2005年的时候 这种被请去做两岸统战的指标人物 在中央电视台出现的人叫连战啊 怎么现在都变成这些县长级的 而且是小小的地方首长 层级越来越低 当这个财团做买办 这个国民党的政权都可以 2008年一路滑铁炉到现在 变成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在野党 只有35级 连那个事先案都提不出来 那这个八个县市的地方首长 能这个变出什么样的魔法 国台办会不知道吗 但是现在需要有一个统战的氛围啊 对不对 那这里面有几个聪明人没去啊 那个朱立伦没去 黄建廷没去啊 对不对 这国民党的里面稍微的有点前途的 好像这个八个县市里面就这两个耶 我还以为朱立伦会去耶 当然朱立伦不能去 人家跟习近平见过面的啦 那怎么能去呢 对啊 所以也恭喜了这个国台办 好不容易做了一个统战 因为这种电视上的画面 对于他的内政的需求 对于他国内的这种满足 他们自己在业绩上的这个要求 是蛮重要的 特别是民进党执政大概四个月嘛 可是真的耶 我觉得另外一个央视的报道 才让我触目惊心的 那就是那位高炳涵这个律师 高律师他81岁嘛 我跟他一起去过大陆 我跟他一起去过宁波 也去过这个蒋家 开过会 他是山东何泽人 何泽是非常穷的一个地方 他跟我还是同乡 你知道他是怎样吗 他是把他的 他是十几岁就一个人 滋生到台湾来的 完全就是一个 被共产党打到台湾来的 然后靠着自己这个 奋斗最后还活出生命 在台湾 那他是把他的老的这个同袍 就是老农民的骨灰 就一个个带回大陆去 所以近几年呢 他每去一个地方 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或是地方就要报道 所以他变成了 中央电视台所 这个选出来的感动人物 十大 从好几年前就是 他这次回去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 居然会播这一段 因为他接受访问 他带他的一家大小 小外孙也带去了 他回济南 回何泽 结果他这个记者问他 你们现在怎样 他说对呀 我这个要把我的家人 都要带来 没想到我那个小外孙 十岁接受济南电视台 访问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 你是中国人吗 这十岁小朋友说 我爸爸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好清楚 就是那个老婆婆 对 就是高律师 我跟他因为熟 我觉得高律师 讲出来的是一个 世代上的一个事实 这个世代上的事实 就是未来两岸发展的 一个基础真相之所在 我不想多评论 这个民调很好啊 两岸的人民要互相 越来越友好 才不会打仗啊 但如果我很讨厌 你你很讨厌我 没事你就把飞弹 扔过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中国的人民的情感的增加 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把它政治操作 就没有意义 可是政治的前提仍然是 九二共识前面 有一个一中各表的必要性 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的那个 他的偶像 吴敦毅说的 中小维是 吴敦毅团队嘛 那吴敦毅不是在 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说了吗 这个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吴敦毅讲出来之后 这是你们最后的防线呢 如果你们连这个防线 八个县市都扔了 我敢打包票 连国台办都瞧不起你 更别讲其他 否则朱立伦为什么不去 朱立伦 我不想说他很精明 或是 当然我本来想用很贼啦 但是这个不太好意思 那就是 就是精于政治算计嘛 他会不知道 这个八个县市 只是过一个水吗 国台办很聪明 我以为他们要派飞机 直接就派人来耶 他们如果有诚意 就用中国民航啊 直接派 派到哪里啊 哪个地方有飞机啊 机场 新北没有 花莲 直接派 他们应该调用飞机 直接派到桃园 直飞专机 从大陆派这个 737客机 派一客机的大陆客来 到了下面呢 就有一条龙 游览车 直接从桃园 接到新北市 国台办的回应 非常的理性耶 国台办的回应 非常的现代化耶 所以这八个县市首长 平良人讲 钟小平 他真是丢尽你们 国民党的脸了 台湾对大陆的这个 西进的意愿 真的会有比较高吗 那未来在 兰营县市首长 去了之后 蔡总统这一边 他这个蔡政府 将来要保持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 先谈两岸 再来谈国内选举这一块 那个大家都在谈 这些八个县市首长 为什么要去 但是我们还没有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北京要配合援助 或者反过来讲 现在媒体的说法是 北京市台办 先邀邀请 然后这八个去 那一种说法是说 这八个说要去 所以他们配合你演出 给了一个邀请 但不管怎么样 北京为什么要配合演出 我给我自己的观察 很简单 北京也需要这一场 理由很简单 因为1月16号选举完之后 整个台办系统 被整出了多惨啊 对台工作 过去半年都失败了 所以必须要 给自己一个交代说 九个公司还在 九个公司 并没有被1月16号推翻掉 然后对台政策 也没有完全失败 所以台办系统 或者政协的 这些对台统战的部门 都要必须要这一场 来证明他们对台政策 没有完全失败 就算失败是小挫败 但还是在岛内 有这么多人支持九个公司啊 所以八个先制所往来啦 所以习近平 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场子啦 所以大家互相 都有这个各取所需 互相取暖说 原来九个公司还在 虽然在台湾内部 已经没有人 在说这个东西 连美国都不再说了 可这些学员 这边抱着鼻子说 九个公司还在 还是有用的 所以可以理解 但如果他们这么认为 也不错 但是我们要问个问题 到底北京 或者中国当局 对台湾 1月16号的选举 有没有学到教训 有没有学到说 为什么对台政策 看起来是失败的吧 或者不会民进党回来嘛 而且大家知道 我们是不承认九个公司的嘛 那有没有学到教训 我觉得他们由这个 八个线索兰的做法里面 看起来他们还是没有学到教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嘛 他们要对台工作要 入导入户入心 可是他们不对的 他们知道 入导入户入口袋 没有入心 什么入口袋 我钱给你倒入口袋 什么时候把你拿掉 那这时候你就听话了 可这些真的心甘情愿去吗 我认为他们也不是 这么心甘情愿去的 他是被你掐着才去的 所以并没有真正让台湾的人心 向中国去 但刚才讲说 感动中国高先生那个故事 他说为什么 他过去十几年来 从来不带他的孙女去的 孙子去的 他说为什么大家去 中国因为一波很简单 因为说这些都变成小态度了 所以要让他们去看看中国 才能够开始对中国有认同 因为他问他的孙女说 台湾最大的河是什么 他说淡水河 他说不是不是 那长江黄河不是吗 他说那是中国的 所以他说亲自带他们去看看 去感受中国 可是他们还是不了解 天安堵的形成的原因 后来网友说最长的 也不是淡水河 小孩子不懂吧 但是重点是哪呢 台湾对中国认同 真的不是那个 大山大水的问题 是为什么 是两岸有不同的生活形态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对岸不是 我们看那么多的台商 在中国大户久了 还是希望回到台湾来 比较吸收自由的空气 所以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什么山水大小的问题 而是那个不同的生活形态 自由民主社会生活形态的不同 跟对岸的不同 才会培养出那些所谓天安堵的不同 这一点显然 中国的对台政策 还是没有抓到 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那选情呢 你觉得也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影响 只会对蓝的不好吧